好 那當然啦 這個目前是失去了佛莉莎大丸的TPA 補上了DOMO DANG JUNGLE WAIT 首先看到的是上路的MORNING 感覺上是一個比較淡定的狀態 當然在表現上面的話是相當不錯的 利用TP的進場時機再搭配上自己大男的操作 算是相得益彰的 我覺得即使在LMS裡面也許早晨的評價不是選手人們最高的 但我覺得他的上路的對線能力應該是LMS上路人最強的 就是只以對線這個能力來看的話 他打線非常容易打出優勢 但可能問題在於說 TP也沒有辦法給予造成一個環境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控制他的隊友 讓他們大家集合好一個TP的點位 或是掌握一些TP的timing 我覺得他的掌握度上是沒有一些選手來得強 沒錯 那就看完了上路的MORNING之後呢 來到了下一位也是這個補上的新打野 也就是DOMO 是已經經過了 這是第三個禮拜 已經經過了兩個禮拜的修煉之後 在操作角度上面其實算是相當不錯 但前期還是偏向保守一點 其實DOMO在加入職業之後到現在 感覺上他們給他的角色list 已經跟他原本練得不太一樣 因為他之前在業餘其實man的是 吳迪爾跟努努 那在現在的比賽裡面 其實TP也絕大部分還是 希望他拿到 族女雷克薩或九筒 這樣子的一個主流jungle 因為剛剛我賽前遇到DOMO 他也說他以前在 有在當工程師賣桿嘛 所以他說他之前練習其實沒有什麼 一天大概打三場 他覺得他現在一天打的量 就跟以前一個禮拜一樣多 哦 你是說打遊戲的量 對對對 當然當然當然 不是 剛剛真的是很累 回家也只能打打遊戲 對對對 打遊戲紓解一下壓力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看完了這個 練習量變多的DOMO之後 來到了中路的Chowy 其實 剛剛有透露說 可能會在這一個禮拜 拿出維克特的登場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很喜歡去嘗試新角色的選手 嗯 其實我覺得 維克特的英雄 在這版本來說是蠻強力的 而且尤其Chowy玩得非常的好 對 我覺得這可以很大的補足 就是TPA中路 他們還是不使用阿祈兒 或者是 射率上的英雄的一個缺口 因為他就有了一隻 很好用的一線中路角色 配上樂不然 他等於有兩隻很好的選擇 可以做搭配 對 那當然啦 今天中路的Chowy 到底會拿出什麼樣的英雄 來對陣對方的中路阿祈呢 也是靜觀其變 接著下來 來到了AD Carryway的Looping 那當然在換上了新的輔助之後 現在傑哥是做一個休息 那當然換上新輔助 聽說小草勢會講韓語的 所以下路的一個進攻跟撤退 可能會比較流暢一點 這個就是 也不一定 其實我想了一下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嗎 但是 感覺上來說 換了一個輔助 會是TPA一個很好的嘗試 就是因為以現在遊戲來說 TPA換過的Jungle 就是從WINS換成DOMO 對 就是感覺上沒有什麼好的提升 也不一定弱了很多 對 然後 他們唯一沒有動過的 就是從以前的DPA時代 直到現在 傑哥都在 對 傑哥也許打的不是 那麼的好 但也許也不是那麼的爛 這很難說 所以你現在要少一個人 來換掉他之後 你試試看 就是他們 整個團隊中的話 覺得效應有什麼不一樣 就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TPA來說 也許這兩分 有可怕會輸一分 但對他們而言 覺得是個好的場所 就是他知道到底 小草勢上場的時候 他們能不能夠 帶給整個團隊好的氣氛 好的聯動 甚至搞不好 真的能找成TPA變好 也不一定很難說 這都是看看他們到底 等一下發揮來決定 對 因為在這個小草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來講Rooping 那當然這邊Rooping 剛剛XX也介紹完了之後 馬上就要來看一下 TPA新登版的選手小草 那當然之前的升降賽事中 是跟著之前的遊戲的 一些夥伴來參加升降賽事 那當然是沒有如願的 進入LMS的聯賽 現在是從上路位置換到輔助 那就要來看看 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是覺得上路跟輔助 其實是有點圓的路線 這兩條路線 本質上來就有點差距 我覺得現在的版本中 Jungle跟輔助的距離比較近 反正他雙噴兩下 上路就到下路了 那他應該要打下路 沒錯 因為他雙噴兩下下路就要上路 雙噴給TP下來 下路不能TP上去嘛 對不對 因為老實說 大家對於新選手 要求會比較嚴苛一點嘛 然後他會把他拿來 跟一些一線的輔助旋徒來做比較 可能像是瑟瑟 或者是 像之前我們剛剛講到的是傑哥 所以其實今天大家還是很關注的點 是在下路雙人線的部分 當然啦 畫面上就是我們今天出戰 TPA的五名成員 那就是有令外星人對上四個地球人 組成的地球防衛隊 這一次有地球人已經學會了韓語了 就學會一點 所以他們其實已經開始混血了 對 開始混血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開始 因為一旦有一個人真的 台灣人能講會韓文之後 也許他們TPA就會說 其實韓文看起來沒有很難學 你們應該全部都要學學 你們全隊就開始講韓文 對 你們全隊就學韓文就好了 沒什麼關係 對 好 那看完了TPA的五名隊員之後 馬上就要來到他們今天出戰的對手 也就是Assassin Snipers 到底能不能順利的像隊名一樣 居下台版Assassin的人頭呢 首先看到的是 哇 你怎麼來這裡了 上路的Maple Snow 也是大家之前在NGU 津津樂道的一位選手 尤其是他的角色池子 曾經拿出蛇女上路 阿祈爾上路 甚至酒桶上路 這樣子很冷門的角色 以我個人的看法 我會覺得這場的上路對決 可能是整個LMS連賽 你們最好看 因為絕大部分的隊伍的上路 都太注重於穩重的打法 跟TP的資源 可是我覺得早晨跟Maple Snow 兩個人都很注重線上的發揮 他們兩個打線都算很兇的 就像Maple Snow之前拿到蛇女 拿到阿祈爾 都打出很好的效果 這樣子的一個騎兵 面對早晨的打線能力 我覺得是很有看頭 就等於說他們上路 如果兩個都很兇的話 那絕對會有一邊被打爆 如果他們決定要支援 或是打團隊的話 才不會發生事情 那就來看看 今天的上路 到底是會虐殺四方 還是會保持穩健的TP 好 那大家當然很好奇 他上路的Zonda 到底去哪裡呢 因為他跑來打野了 身為一名生存遊戲的選手 對 他跑去打野 跟野怪約會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身為TPA 跟TPS出來的選手 一個人換三個位置 這可能就合理了 他現在說我們的老前輩 丁特斯教我們了 一個人換三個位置 會越打越好 我現在換到第二個了 我才剛剛起步 還有一技之長 還可以卡康攝影機 對 我現在才換到第二路而已 早晨也從中幻劇上了 對 而且剛剛我進去問一下 中打說 欸 你打野練得怎麼樣 他說還行還行 我現在man的是三隻角色 我就問哪三隻 他說李星 雷格爾 雷克斯 那個卡麗斯 我說這三隻不是S3 S4的角色嗎 他說我們這群老屁股在這邊打的 當然是要選一些老牌的角色 他像是當天聖賢可能這樣講 等一下萬一是選一隻豬女 你就嚇到了 對 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反正直接選手的話 就聽一聽就好了 因為他講說他man的三隻 但不一定會選 就跟多摩如果妳問他man什麼 他說我man 努努跟烏迪爾 喔 對 那所以你比賽會選 呃 所以我總終於雷克斯 教練說他選這三隻 對 我覺得還是比賽Meta比較重要 好 那當然大家看完了 打野位的Zonda之後來到中路 喔 你終於回來了 阿祺從 中路轉到打野 從打野轉回中路 因為畢竟在整體隊上輸出上面的話 之前一直有提到的是 阿祺打中路的時候 是可以占整個隊伍傷害的50% 我覺得以AS的隊伍來說 他們打的最好的一個禮拜 應該是第一週阿祺中路的時候 對上HKS拿下一盤 對 那在之後的比賽中 其實表現上來說 感覺就少了一個carry away的感覺 就是他們的中路看起來沒有辦法在 遊戲的中後期給予他們很大的幫助 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他們需要一個強好有力的中路 來在平局甚至小烈士的情況下 應聘一個團戰 我覺得也許在他們這幾個人裡面 阿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當然就是要來看看能不能對上大將敲一種冷門型的英雄 可以發揮出自己穩農的實力 那這就是中路的阿祺 接下來來到下一個點位也是非常受歡迎的核心 前TPA的隊長Bibi 那現在來到AS呢 也是擔任隊伍carry點位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之前有選擇打一個雙中的套路 但是Bibi在拉線的時候是扛了很多下的塔 那那個戰術也是宣告當場失敗的 我覺得對AS來說 可能最關鍵的在於 就是他們能不能夠讓 應該說他們能不能夠打出一個有雙箭頭的隊伍 這個在舊的TPA裡面是做不太到 就是Bibi之前在TPA的時候打到最後期 其實他們變成一個很仰賴AD來做團戰發揮 然後會把很大的經濟量很大的等級 都給AD的一種打法 那到現在到了AS沒有了本來的教練 那他們在自己的練習中 能不能夠避免同樣發生一樣的情況 就是能不能夠打出 比如說兩個carry甚至三個carryway的一種打法 因為在現今版本這樣子的打法 風險是比較低的 因為你除非選擇很多輔助英雄來硬保AD 不然AD要被硬抓掉 當然就是會被抓掉 沒錯 這個是很有可能在戰場上發生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要考驗Bibi 今天到底是甩到哪一面骰子 到底是B皇還是傻笑之皇 好 那看完了AD為了Bibi之後 然後來到最後一位也是長相點滿的輔助選手 維喔 那當然之前有這個賽評有提過說 維在整個進攻意圖上面是比較沒有那麼強烈的 那當然最近拿出一些比較偏向CC技能的 像安妮啊 或者是亞歷斯塔這樣的英雄 也算是表現相當亮眼的 好 那這就是以上五名AS這次出戰的選手 那當然在這個網路上面也是相當多人在關注著今天的兩場比賽的這個賽事 對因為當然我自己本人也是說all in我的PB的 對我知道你剛剛因為這個聽信才也all in了一個我覺得比較不可能的選項 對沒有 這個是因為你那時候不在 那不然我就問你 對 你問Clement他也會跟你講不要這個對不對 他會說他覺得這個機率不高 可是 不高 當然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 所以我就海削一頓啊 如果海削一頓的話你把狀要給我 我再把那個PB吃掉 對萬一你海削一頓的話到時候就可以請大家吃飯 我們當然很期待 很期待 那當然啦就是今天這場比賽也是眾所關注的 那我們賽前來要不要考驗一下先知的這個先知能力 你覺得今天這場比賽的比數 你這個問題就太難了 我就沒看過小草越大了 我知道他會發生什麼事 我知道中打的Jungle長什麼樣 中打其實我覺得他Jungle不差還行 還行 我覺得他Jungle不爛 就是他地圖觀不錯 開戰也開得蠻好的 我覺得他打Jungle的話不會弱 對 那小草越其實我並不太知道他打輔助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不能跟你猜這個 但我覺得TPA拿下比較多場次繼續高一點 所以是大概是偏向2比0多一點點 對 好啦那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Benpick已經開始進行了 古拉格斯阿齊爾佛拉迪米爾的Ban角 是選擇放在兩個點位上面 一個是上路的Maple Snow的阿齊爾 當然阿齊也會玩阿齊爾 那吸血鬼這部分的話 是阿齊這裡有使用過的紀錄 那當然在右邊的Associed Snipers Ban掉的是勒布朗 克里斯塔跟西韋爾 兩隻腳都是Ban在TPA的AD身上 這兩隻Ban角是非常針對性的對陸品來壓 因為第一隻克里斯塔在子方Ban掉主要是 藍方拿到時候在單人線上 雙人線上面很容易拿到優勢 那西韋爾是陸品跟Ban角 陸品在掌握西韋爾大招 還有對線的掌控上面這兩個點 是我個人會給他世界最強西韋爾的評價 他的西韋爾是全世界第一個 開始用西韋爾稱霸聯賽的人 在那個時間點也許 就是TPA在上一季用西韋爾稱霸聯賽的時候 大家還會說 這個是什麼 我們的聯賽太菜了 才會被他稱霸 其實他玩的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在國外跟同一時間段 是沒有任何西韋爾存在 直到IEM大家碰面之後 就碰到西韋爾 大家才覺得西韋爾是一隻 蠻強烈的應用 直到現在其實西韋爾是很多隊伍前面的Picker了 所以說 他這場在針對性的Ban角 克里斯達跟西韋爾 其實反而在Ping的是 誰敢玩烏爾加特 就是你這場AD勝了烏爾加特 會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然後你們兩邊誰會先選這樣 那當然啦 TPA這裡是首當其衝先拿下了 目前是T1的素人茂凱 這是毫無疑問的 因為畢竟在魔尼這裡 TP使用時機跟茂凱的表現 都是相當亮眼 現在的選擇權 在AS手中已經鎖下雷克薩 他跟我講的完全不一樣 你說 對 我剛剛跟你講的 他會說我Man這三隻 但我沒有說我要選 對不對 我是老屁股 所以我玩雷克薩也很合理嘛 就是雷克薩的玩法 我看了兩遍也大概懂了 反正遊戲終極後期打醬油 前面就 哇各種強行Gank 強行鑽就是我不管了 瞎鑽 瞎打 遇到人就贏打 跟鐵線重一樣 從屁股鑽進去就對了 那他 還好喬尾的內褲沒有騙你啊 對 他的內褲頭是穩健的穿上去 喬尾說我是不太騙人 我不騙人 對 不然我可能會被叫到後面跟他彈跳 不然的話 如果你們覺得我騙你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台下好好彈 對 我可以多帶一點人嗎 可能沒辦法 那件有記得可以幫我 那件有記得可以幫我 好 那當然鎖下的是給小草鼠使用的牛 那中路的喬尾鎖下了維克特 瘋狂假面 在第三周的賽事中可以拿出來使用 昨天後一次也有拿出來玩 那當然現在兩個選擇的全力回到了AS手中 這兩個對名好難念 你可以叫TA跟AS TPA跟AS 這樣而已啊 也還好啦 好久不見的這個 MFORSO的藍寶要使用嗎 喔 在本日的賽事裡面 BB要拿出了型版的艾希來使用 非常強力的英雄 真的嗎 艾希在 這版本中受到的增強 其實最主要是 我覺得兩個改動是真的很厲害的 第一個是他的 他的E可以無限距離 然後可以存兩層 然後他的Q技能現在帶給他 蠻不錯的增傷效果 跟你現在艾希不太一樣 以前艾希會在遊戲中期的時候 打坦克很疲弱 要等到他三件攻擊裝之後 才可以回復打坦克的能力 可是現在到中期就有這個能力 然後他本來的優秀開戰性能 一舊保存著 而且艾希在對線上面 其實本來就是很強的英雄 如果你有查韓服的OP.GG 過去一個月的紀錄的話 其實艾希在改版後改版前 勝率是一模一樣的 他一直都是56% 就他一直都不是一個弱的AD Carry 只是他 只是他不會讓你很想選 除非你是Man的人 因為他的角色的特性 跟正常AD差太多了 他很仰賴那個大兵劍的開戰 對 而且在Q技能的改動上面的話 他每5下的這個程序 就會可以發起一個 就每一下會有 額外箭矢射出了這個額外傷害 所以這裡BB拿出來使用的話 就非常考驗AS 能不能保住這個砲台的點位輸出 目前 也是回到了TPA的選擇權 喔 鎖下了黑人露西恩 給Looping來做使用 那當然最後一個pick的話 鎖下豬女也是有多麼來操作了 TPA的組合其實 這個明確性很高 喔 AS的組合也很好 TPA的組合整個整體的 那個組織 應該說整體的目標很明確 他選擇了一個世界上最好的 尚武型坦克 然後牛加豬女 這三隻角色絕對是 在這版本裡面組合起來最硬的 除了沃加特之外 那你這單最硬的拿到之後 接下來你補上的是一個 高位移的露西恩 而且是陸平的man角 他在這角色掌握度上非常高 然後中路是選擇了維克特 維克特在 會戰中能夠給予的爆發傷害非常的高 所以他可以避免對方有一隻 有一隻 應該說有兩三隻坦克 複數的突進你後排的情況發生 他更容易保住露西恩的命 因為你衝進來之後 你一定要承擔維克特的第一波AE爆發 那你的坦克很容易被秒掉 因為露西恩是很大的AP傷害 然後 他說的時候那個 維克特很大的AP傷害 露西恩又是AD傷害 他很容易打出一個巨大混傷 把你的坦克灌掉 所以你很難衝進去 可是這個地方AS選擇的是一個 這個組合我覺得是CJ比較擅長的這種打法 就是 雙砲台的組合打法 就是現在版本中比較流行的一種玩法之一 就是 從CJ之前用中路傑西 到現在換成用中路的法洛斯 就是一樣的概念 但是玩起來感覺更厲害一點 就是法洛斯的Q在上一次版本遭到BUFF之後 他的Q現在只要一拉弓就會進CD 所以他現在Q的CD其實非常快 大概3到4秒 只要CD要撐高的話 然後法洛斯在遊戲中期的時候會玩得很像 ARM的法洛斯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會玩 就是ARM中最擅長的法洛斯就是 魔劍加1337加俄語再加那個嗜血者 然後你基本上不用點普攻 你就跟其樂斯一樣在會戰中 在最遠距離一直拉Q 然後用大招做CC 用大招跟地板做CC 讓對方不能接近你之後就一直拉 而AS這邊AD位還選擇IC 就也是一隻非常好拉打的AD carry位 等於說整個AS的組合性來說 整個AS的組合來說 主軸也是明確的 就是他會戰希望用拉達幫他打 唯一可能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AS這邊的坦克其實並不夠硬 他選擇的是一隻維克特 這場他沒有拿到酒桶 也沒有拿到豬女 就是他選擇拿維克特 等於說你前面的風向變得好帶動 但遊戲打到中期之後 你的維克... 說錯了 雷克薩 對不對 但你的雷克薩打到中期之後 不太容易發揮 因為雷克薩在中後期難進場的點 會被整個突顯出來 因為對方的前排太硬 而且對方描坦克能力很強 等於說AS這邊拉到拉非常的好 他要必須讓整個會戰變得極限拉打 大家拉得很好 然後再配合Maple Snow的藍寶大招 跟兩個AD的傷害 直接把對方的後排跟前排給弄爆 我覺得其實打起來這場應該是蠻好看的 確實是這樣子 而且在雙砲台的陣型上面的話 這個不管是Jungle支援的意識 或自己視野的佈置 都要顯得特別特別的重要 那AS當然是選擇了一個雙狙擊手的路線 一個是大兵劍的狙擊 一個是破甲劍的狙擊 是完全體現他們對名的一個意圖 現在TPA心中想的是沒有印象中他們今天要選這兩隻 怎麼跟我們賽前預測的差很多 難道我今天對線的是菲可嗎 菲可的話這場應該要選月利亞 菲可還沒選月利亞 但是這場就是對上 這個是什麼CJ體系的打法 而且我覺得兩邊這個組合選其實都很到位 真的要看看他們臨場的發揮 開局應該是一個正常對線的開局 看起來是正常對線的開局 法洛斯這裡選擇是一個水精靈奧騎手 想利用破甲劍的消耗能力 來對維克特進行壓制 那兩邊其實Jungle位棄的方法就差很多了 這地方TPA是選擇讓雙人線跟幫DOMO打 他希望讓豬女第一輪過得好一點 讓他可以快速上流 而下路這樣其實拿不到優勢 等於下路幫他推線之後 沒辦法第一時間到線上 然後對方又吃殘除的情況下 下路TPA下路要利用推線 才可以拿到一點優勢 而豬女這邊反而看能拿到一個很好的騎手 而AS這邊Jungle是選擇配合上路吃野 所以他第一輪很容易就會往中架去打 因為他吃上面之後 如果他要早期GAME可以GAME中上 如果他想要吃多一點之後再GAME 他其實可以吃到下半部去 因為他第一輪是起上的 確實是這樣 而且剛剛TPA的隊員是已經點出了ZONDA的位置 而且甚至連BB跟維在吃野怪也是知道這個資訊 所以在打線上面的話 是特別注意自己的靠前以及撤退 那剛剛Morning是選擇吃了這個野怪之後 先行來到了 用TP來到上路來進行對線 這是現在版本中很正常用的打法 就是一旦一些角色一等的時候 並不強勢的時候 他就會利用這樣子的一個TP來 彌平一等的弱勢 因為他直接吃野怪之後 傷惡飛上線之後 又可以多帶幾瓶洪水 他對線上很難進入烈士 這邊ASJungle是選擇吃第二個區域 中打這個地方 要再多吃一攤三郎 應該不是多吃三郎 他就是吃第三攤野怪之後 再選擇往下走 因為他起上路 所以很容易回到下面 他是選擇吃藍buff 而沒有選擇第一輪的gank 因為他 現在其實洪水已經要喝完了 所以如果他選擇吃藍buff 他第一輪gank 會比較不能奏效 這種ASJungle是想要打一種 比較保守的打法 就是至少開局的第一輪 不太做gank 如果他這一輪 不選擇吃藍buff的話 他甚至有機會 直接從後面 鑽出來gank下路 這都很有機會做得到 因為他配合色雷西 這樣子的一個強開角色 但這個地方ASJungle是選擇打 比較保守 就是即使自己選擇雷克殺 但是也只能下去先吃吃藍蟹之後 再看情況gank 因為他其實時間點上萬 你來說就慢了一點點 已經來到了三等的中打 吃完核蟹之後 果然是帶著雙buff 往下路的河道來靠近 只是想要來勾 勾到了小草身上之後 小草W頂著中打一下 中打用猛西把小草敲起來之後 小草也是瞬間交出閃現逃脫 這樣子的一個交技能 其實對ASJungle來說是 算蠻賺的 因為他成功逼出了 輔助的閃現 牛大閃現蠻重要的 因為牛一代沒有閃現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 很難配合自己的Jungle 做一個強開 他沒有辦法用閃 Q閃之後 再用W頂回來 這個地方 Morning是看到了Jungle的位置 直接正面凶了一波Maposnow 剛剛後面的小兵 也是打出了不錯的傷害輸出 導致在血量的交換上面 是Morning這裡佔了一點上風 那當然這邊剛剛超超賽前 有講到說 這兩位選手都是想要來贏線的 一個上路選手 那在打線上面的話 已經是西洋隊比較激進了 所以你看到 就是Morning在掌握到自己的小兵 很大一波 而且對方Jungle位置的情況下 瞬間凶一波把對方鞋給換掉 而且早晨這個地方 因為回家比較快的關係 他先補到裝備 到現在之後會拿到一個優勢 可以成功逼出Maposnow的TP Domo摸到了地圖的下半部 在後草做蹲點 圍從後面丟了一個燈籠 嚇人 是一個騙 你騙了人 下眼還看到Domo 超會騙 阿瑋這個地方騙得非常好 他直接騙出了Domo的位置來 他先騙之後再下眼 而且因為他丟了後面那個燈籠 所以讓對方Jungle沒有辦法第一時間上來打 因為他知道對方Jungle帶的是雷克薩 一旦是雷克薩 一旦是雷克薩出來之後的三打三 自己並不一定有利 因為牛已經沒有閃現 如果打起來如果打輸 牛是很有可能直接被換掉了 中打直接入侵三郎區域 感覺上是可以吃完這一攤野怪之後 往上半步來靠 或者說來夾低中路圍攻 不過 超已是已經先選擇Record了 以這場來說 我覺得中打到這邊是有可能想要對上路打一波的 因為 他來到這個地方 剛剛又看到對方Jungle的位置 其實他就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把對方的野區吃乾淨 因為野一定會下 你把對方的野區吃乾淨 或者是打上路打一波 可是他看到早晨這個地方其實很有意思 他在自己Jungle下路的情況下 把線控在自己塔前面 然後不走 也不兇你 就控在這裡 所以他沒有什麼太好的機會來做進攻 DOMO回到自己野區 發現已經被中打吃乾媽進 褲子都穿回去了 然後看中打拍被屁股走掉了 哇那這樣等於是 DOMO前期的發育 又被中打雷克薩給脫緣 我會覺得以這個版本的交換來說的話 對於AS來說沒有強要這種的賺 因為 豬女想要的是 打平平衡的打到六等 就什麼時候不要做 打到六等之後再打 那雷克薩其實很需要前期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像第一輪中打下路的Gank 直接打出兩個閃 如果說他能夠再對下路投資一次 因為很容易繞到背 比如說他走龍之後 繞下面三角下去 他很容易繞到背 他很容易把月給殺掉 這地方如果他把小蟑螂給殺掉 可以帶動下路一個很穩定的風向 因為你拿到這個藍buff 其實對你而言 就是多刺到一攤也怪 對豬女是直接刺到一攤 此時是由小草來開啟的第一波的攻擊 微回刷了一下之後 發現消耗的血量有一點點虧 但是此時 月的血量也是被打到一半以下 這樣子的交換來說的話 TPA的血量是賺得不少 就TPA是一個 第一時間開戰 因為他知道了 也是知道了Jungle在上半步之後的換血 但是這波換血換完之後 AS的下路的確血量是低的 但是那一段路平的魔力也不夠了 等於說他也沒有辦法打出一個有效的傷害 所以AS這邊也是有驚無險可以繼續兌現 此時 Zonda的雷克薩 也是往地圖的下半步來靠 可能是想利用敵道在拉燈籠進行下一波的gag 但是都沒有打起來 其實這種情況 對於TP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你又成功的把AS下路的輔助血量再壓低 讓阿偉可能面臨必須回家的血量 而且抓出了中打的位置 一旦抓出中打的位置 上路樹人就可以做事情 你看這邊 在每一次抓到中打的位置之後 其實早晨在對面上來說都小有領先 到這裡他又帶了一波兵 然後持兵速殺又先拿到優勢 持兵速殺先來對上路來最重要的是你會先升級 你先升級之後 有可能甚至配合隊友的一個塔殺 甚至配合隊友的TP 主動拳都會在人馬線推過去的商務身上 但以TPA這邊來說的話 他們想要執行塔殺是一個相對容易很多的陣型 尤其是在BB這裡 艾希除了閃現之外 是沒有逃跑技能 法洛斯也一樣 所以只要牛上到六等 夾帶著豬女兩個坦克去進行塔殺的時候 AS這裡會比較難處理 就是以開局的六等前來說的話 這場其實雷克薩的進攻被阻斷了很多次了 可能有效兩次進攻 是第一次下路逼到牛的閃現 但沒有打第二次把牛殺掉 這有點虧 第二次是他進去搶到藍buff 想要來強勾喬伊 剛剛阿奇的破甲箭 把喬伊的血量打掉了三分之一 這一根紅眼 超級遠的英雄 就是威 選擇了中部法洛斯 在遊戲中期的時候 他的破口能力非常強 很像是以前的傑西 但他的準度感覺更高一點 還有就是他的距離 看起來是蠻遠的 而且傑西的這個脈衝不會貫穿 法洛斯的破甲箭會貫穿 所以其實硬要講 跟其樂斯也有點像 重點是他是AD角色 所以說這對方的S商務 才要選擇藍buff 來補足一些很大的AP商務 讓對方坦克必須要買魔防裝 可是這對方其實 早晨並沒有選擇買什麼魔防裝備 他就是硬撐 早晨這邊是選擇利用堆血量 來撐住這條線 而不是選擇買魔防 因為他知道他打到遊戲中期之後 對他而言最大傷害 來自對方量的後排角色 而不是藍buff 下路的Domo已經摸到草叢後方 有六等冰河龍王大絕的豬女 下路是兩個六打兩個五 兩個六打兩個五 後面雷克薩還沒有趕到 三打五還是非常危險 要稍微注意一下 來看看AS有沒有要進攻 這個地方其實Chowy已經可以開始操縱了 出勾 勾到了月身上 但是沒有貿然的往前 一個大絕是消耗了BB不少的血量 還在蹲 這一波應該比較像反蹲 他應該是想要反蹲這些東西了 但是他蹲不到 因為這麼深的一個距離 其實正常來說下路限制不太會跟你打的 以前你滿本的交戰來說 這樣子的一個蹲點比較像是要準備塔殺 就是中路的角色靠過來之後 直接下路塔殺了 強扣一個塔殺 但是這個地方 其實Chowy一直沒有機會可以走動 他可以把自己藏起來 讓對方有壓力 但他一直走不過來 而這地方AS的下路也就不太怕你 我在塔下慢慢減兵 其實這地方變成是TP的Jungle 浪費了時間 東魔在這邊蹲了很長的時間 但找到不知道任何機會 甚至最慘的是你蹲到最後 VB可以選擇利用印記長空來射龍 或者是射前面的草叢 二選一 他就知道你的Jungle都在做什麼 因為你Jungle如果沒有出現 你真的有可能做的是真的偷吃小龍 但他剛看起來好像印記長空 不知道射哪 好像是射小龍之類的 他就可以知道你有沒有在吃小龍 因為沒有吃小龍你就很有可能在東魔了 阿琪的拉高 是在東魔身上 喔 閃現躲過了阿琪這個大絕 這個東魔是走出去晃了一圈 你都做了一個夢 又走了回來自己的野區 再次一次 但以現今版本來說 其實Jungle在做這樣子的行為中 不會受到太大的拖累 就是你等級上來說也不會落後太多 目前的對線情況的話 前期是沒有打出太激進的對決 但是以現在兩邊都已經傷到六點來說的話 月的牛有著大絕的減傷效果的話 其實是可以有效的執行塔 那當然就要來看看兩邊會怎麼樣來選擇 隆打又從河道的部分摸來地圖 這個很有機會 其實這個很有機會 想要來開媽BB手上握有大兵箭 這位置不好 隆打沒有不敢繞背 因為他可能知道三角 彩龍有可能有眼了 他沒有選擇繞三角 但這個地方其實是AS的一個完全掌控下路的時間點 就他如果能抓到 TPA把藍霸餵給丘尾的時間 他們可以甚至把這條小龍給直接吃掉 而TPA是沒有辦法還手的 反而是上路mapple stone 似乎是要被三個人來做一個夾殺 三人夾擊 但是丘尾走上來的時候沒有被眼看到嗎 因為河道上面看的是有隻粉眼 此時拼了一下 退燈應該是提醒Maple Snow 有三人來夾擊 此時AS的反應非常不錯 直接在這個時間點對方集結的時候 來吃這條小龍 而且在TPA這裡的話 是沒辦法來做爭奪的 這一波其實AS掌握就非常好 在上一波的時候 AS就已經整個 控住了下半部的視野 所以他們只要能夠確定 多麼的位置 就可以第一時間 反正宣渦想要來進行塔殺 Maple Snow過熱非常關鍵 這一波的話 冰河龍龍也下了 玻璃正在探傷害 這裡傷害似乎是有點不夠 此時過熱已經結束 開啟了大決 哇 結果Maple Snow反殺掉了 樹人還可以繼續來作戰 此時已經過熱了 Maple Snow繼續 搭配著中打後續的 砲彈的補足輸出 也是收下了這顆人頭 上路 強行一打二 哇 太厲害了 這是AS大轉特轉 下路直接 在Maple Snow被塔殺時間點 Maple Snow退掉 他知道直接被塔殺 隊友直接拿龍 拿完龍之後 這一波被塔殺 對方是慢塔殺 他就是在龍已經掉的情況下 才塔殺的 而且自己又成功沒有D10被帶走 因為豬女加上冒凱的傷害其實並不夠 這個地方Maple Snow把血線維持得非常好 在沒有角度閃現的情況下 打出一個1-2 而中打來到上路 其實如果他想要的話 就可以配合隊友點掉塔 可是對方是B出了早晨的TP 早晨用TP來守住這個塔 對方這波是B出早晨的TP 自己上路沒有掉閃現 然後對方Jungle 跟上路還各死一次 再拿到一條龍 這個是 沒有辦法再賺 就已經是最賺 原來是忽妮TW 原來你是忽妮 原來你是忽妮 對原來是忽妮 結果閃橋直接被圍鉤在原地 往回頂了一下之後 越的血量很低BB 已經開啟了Q技能的攻速 還加閃現來點這個塔 但是後方的露西恩 已經被阿琦一箭射穿腦門帶走 下路雙彈線已經崩潰了 有一種已經1比0的感覺 就這場打到現在為止 整個AS整個掌握度來說 都比TPP來得好很多 就他們抓到的地圖優勢點 抓得比較好 然後在遊戲中期的碰撞上面 掌握度比較高 而且這一場是沒有進行任何的團戰 就拿到這些優勢 就TPPAS沒有打進任何的會戰 就拿到這個優勢 他們只是知道對方的跑線的位置 然後第一時間做出好的應對 就拿到這些優勢 唯一可能的Outplayer 就是上路Maple Snow的這個防塔 他1個打2個還沒有死 非常的賺 這個真的很厲害 剛剛這樣的play 確實是體現出了Maple Snow 換來上路之後的一個操作 那當然中打剛剛的即時支援也是功不可沒 剛剛Chowy是來不及去做支援跑線 所以他現在的CS速是領先阿琦不少的 你這場來說其實兩邊的中路都還沒有開始 帶動到這個遊戲的風向 你剛剛看中路飛過去的硬體長空 就是艾西斯坦很強的原因 即使你遠在下路 你也可以把大絕 你可以把硬體長空直接射到對方野區 甚至是對點的藍bub區 這麼遠的地方都可以射進去 然後你只要抓到 比如說藍bub裡面沒有Jungle 那你一定知道他在他們的紅bub區 就是因為他只有兩區可以走 這個位置 中打入侵野區的動向是被掌握到了 也是繼續往地圖的上半部來靠 下路圍又出勾 又勾在越身上 又被消耗了不少血量 這樣一波一波的消耗對於AS來說 是他們比較喜歡的節奏 這一個時間點其實TPP已經小落後 而且在面對AS這樣的組合 團隊組合的時候 他們如果落後的話是 比較容易被法洛斯直接射爆 因為法洛斯拿到 隊伍法洛斯的那方拿到優勢之後 他的poke能力會非常強 非常像齊勒斯的感覺 會戰中是極遠距離的poke 所以TPP這邊會需要一個非常好的開戰 就是早晨可能要有守護加元血 然後要有一隻後方眼睛 讓你可以從後方突入之後 一個人先控住BB一陣子 然後讓隊友跟上來打 不然的話其實現在 TPP已經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機會來交戰 因為剛剛已經看到中路的法洛斯一個poke 就可以把豬女打掉一定程度的血量 就是連豬女這樣子的坦克角色 都不一定控制他的poke 對 剛剛無情的法洛 我拉了一個破甲箭之後 射掉的足力至少有300點的血量 好 又是圍了一次出勾 Rupin也是堪堪的用滑步來躲過 那當然目前的話 呃 超義在洗兵量上面 是相對比阿琪好得多 但目前還沒有爆發一個大型的團戰 導致說以現在的TPP陣型來說的話 這個combo並沒有成立 但是DOMO只是抓到了 中打八等 撞九等 打不痛 打不痛 而且我們還有法洛斯的poke 無情的法洛拉弓 做支援 但是此時中打是被對方消耗了一下 之後又往草叢裡面鑽 粉眼被中打看到 這個地方中打非常鑽 猜到這隻粉眼 這隻粉眼本來是會藏在看不到的地方 下路又要來進行塔殺了吧 月被勾了一下之後 圍回刷 我這個是要被塔殺 比比傷害好高 一個大邊線射下去之後 兩下的Q技能的額外箭矢 我死了 直接讓中打過牆重擊下來想強大 露品也要死了 這裡最後一個圍的回刷 蛇魂掃蕩 直接把露品人頭給掃了下來 哇 那這波AS下路塔殺的事情非常完美 這一波是AS的一個完美 完美塔殺 他在配合T的Jungle強勢的情況下 Jungle先進去抓到對方Jungle的位置 把B退 然後自己的中路第一時間往下走 就走得比對方中路來得快的話 就可以打出很輕鬆的4加2 正常來說TP的效果應該要直接放塔 但他們其實可能溝通上有一點點誤差 因為這種 其實這種 配塔殺就只有5秒鐘的時間可以考慮到3秒鐘 那他剛剛在第一時間沒有走掉的情況下 TPA在這邊是角數了兩條人命加一個1塔 結果AS是拿到了一個非常難輸的情況 對 因為以現在來說的話 6比0 然後經濟在遊戲16分鐘40秒左右的時候 是領先將近4000塊錢 是一個非常卓越的領先 而且在這一波小紅團裡面 藍寶已經拿到了他的深淵 然後現在法洛斯跟艾西的裝備也相當良好 那打小龍算兩邊撞起來的情況下 AS這裡是非常非常有優勢 以這個時間來說 TPA應該會想的是 Chowie其實根本沒有參與到這場比賽 遊戲決定就這麼劣勢 Chowie沒有任何機會 Chowie的資源每次總是比AS來的慢 他的資源都被AS所拆到 AS沒有讓他有任何機會發揮他的會戰能力 而且在打進會戰期之前 TPA就已經落後非常多了 在這個地方是 裡面60開局再加一條小龍 一個外塔的一個領先 他們至少TPA需要一個可能 一換是 然後再拿一個塔 這樣子的一個會戰 才能夠把這個遊戲給打回來 可是以現在來說 這個情況是出現的機會會越來越低 因為在目前來說 就連豬女的吃兵術都已經落後於雷克薩了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警訓 就代表說你的坦克 等一下在遊戲中期的時候 的坦度會不太夠 當然啦 小龍已經重生了 AS也是有意識的 直接往小龍直直靠 目前正在做這條小龍的AS 那TPA剛剛抓到了這波TPA Recall的時間點 也是讓TPA完全沒有任何懸念的放棄了這條小龍 這個小龍是由AS非常輕鬆可以拿下 而且這個地方在拿小龍的時間點 上路的Meple Snow也把線控在自己塔前面 加外面的三隻眼睛 確保他絕對不會被對方塔殺 因為TPA是有可能在放掉龍的情況下 多人緊接上路塔殺哈 對 這裡越野是在自己的視野的草双 中路嗎 想來強打BB被撞了一下 DOMO被回攻 開啟王林領域 DOMO被緩住 想來拉打 這個配打鍵沒有射到 不過側邊重大的進場 再加上IC的大兵劍 想來開啟這一波的團戰 這邊的拉打還在進行當中 即便為何在開啟大隊主角了整個戰場 這邊還是送死掉了BB的性命 以及DOMO的性命 以這個團戰來說 我覺得TPA是有點賺 因為在這麼落後的情況下 你需要換掉一些 換到一些人頭 換到一些塔 但是問題是說 當你的隊友現在少了一個開戰點位 祝你死掉之後 你們還能不能夠承擔出法洛斯的POG 在法洛斯POG的情況下 你們很容易血量越來越低 只要吃到一兩下之後 塔就很容易被弄掉 因為MABOSNO現在也到中路 大家覺得威和力絕對夠 而這個地方AS拿來交換的是 他的上塔也許會被樹人推 但是樹人不是一隻推塔快速的英雄 他甚至有可能利用中塔 往上屋支援之後 再回用地洞傳回中路 這樣子的一個快速換位 來讓上塔不要被樹人點掉 而這個地方中塔要承擔的是 阿祈不停的POG 一旦你們走位不好被POG到一兩下 那塔可能會被他點掉 MABOSNO也是意識到了剛剛這一點 兵線推送進來的時候 也是徒步趕往上路 來接收這一整波的兵線 那目前來看的話 AS的優勢是極端的巨大 那當然在下路雙彈線 這裡的Looping以及越式發育 極度受壓制 以現在的裝備來說的話 跟對方BBR 這裡是已經有一個檔設的差別 現在是差距有點大的下路了 就是現在TPM下路是103 就算103啦 隔壁是02 就下路差不多是02的下路 那其實EAD為來說 在遊戲中期的發揮差很多 而且這場TPP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利用到 樹人這個點為來做到一些好的進攻 你選擇了樹人這種很擅長TP的英雄 但其實直到目前為止 樹人沒有任何一次成功的支援幫到隊友拿到東西 反而是上路的塔殺Fail 那種塔殺絕對不是一個 樹人角色最擅長的打法 樹人加竹女 這樣是他其實並不有效 那樹人最強的一定是 配合自己的守護家園 在遊戲中期的時候 在開闊的地點 硬抓對方的人 但是以這場來說 TPP還沒有辦法打出這樣的一個機會 如果他能打出一次的話 也許可以打到一個破口 但是你現在一旦一直做不出這樣的情況 AS可以很輕鬆地把所有的外塔給拿掉 然後再利用自己等一下雙AD 壓塔的時候 甚至連二塔還可以使用破口的方法拿下來 哇 現在是AS的節奏掌握 在藍buff區域的話 Domo是看到了 中打以及阿吉正在拿這個藍buff 上路是三個人的集結 想把謝龍再壓深一點 目前的TPP只能疲於奔命地 做一些防守的點位的眼睛佈置 還好TPP這時候要拿到下塔 不然其實現在是有點慘了 這下塔對TPP來說也非常重要 你即使在其實AS拿到了這些經濟優勢的情況下 AS其實沒有辦法讓TPP 失去所有的第五經濟 哇 因為 臉上就直接中了一根大兵劍 我剛剛還以為 如果他除了是黃跳 結果可以開雙噴直接衝上去開他 其實他選擇了牛將的英雄的時候 在面對艾希是有點優勢的 就是至少他可以幫隊友擋住那隻大兵劍 他可以站在前方 因為他是所有的 所有的輔助你們最硬的一致 對 我反而覺得AS現在在 拿到這些優勢之後 反而不太知道怎麼樣贏得這場遊戲的感覺 就是在過去兩三分鐘裡面 他們的集結速度很大幅的減換 其實他們只要 讓所有的隊員都集結在中路塔 然後用ARM的方法就可以拿掉對方的塔 因為在你有法洛斯 這樣的英雄的時候 他就是拉弓 然後射在塔裡面 其實對方 一定要被Poke跟交戰 這樣的一個Poke 陸屏是直接掉下血量 除非你有補一下可以補100滴啦 不然我是不覺得他能打 你看這Q的CD 太短了 太短了 他直接一隻射裡面 而且你很難扭 因為其實這技能就是 ARM之所以能稱霸法洛斯 就是因為他的技能 CD又快 然後他的準度又很高 這技能其實很難扭 而且即便有這個塔的屏障 阿祺也是可以像剛剛講到 四五技能可以射在裡面 所以 以現在來說的話 TPH真的是平於奔命來防守這個外塔 以現在的角度來說 哇 扭一個打沒有的閃 又開到BB身上 死的BB是瞬間被蒸發 不過側邊沒Poke之後 大決員已經灑下來 摸著側邊進場 綁在阿祺身上 雙點位的砲台 阿祺交出閃現之後 把整個位置給拉開 又一個破甲箭 往回射TPH兩個殘血 還想來做輸出中打 躺在最前面 再來一個破甲箭 但這個破甲箭是中洞空了 只是圍的出勾 沒辦法勾到喬伊 後方喬伊持續出太高 導致AS沒辦法繼續做進攻 這波是AS的一個進攻受挫喔 其實TPH有一個很好的掌握 他們知道這個時間點再不開 其實自己要輸了 因為在面對對方 這樣的Poke組合的情況下 如果被對方 允許允許把外塔 在沒有任何損失的情況下 點掉 那自己就很容易輸 所以現在TPH是應手 守住的這個中塔 剛配合早晨 甚至沒有使用TP 他是從側邊走進來 等於說這場早晨 除了開場 第一個TPH是回上 到目前為止還沒用過第二次 可是正常來說 這樣子的情況 會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可以很好的 這一個閃WQ是直接太關鍵 這個閃WQ讓BB留在這裡 沒有辦法第一次 而且陸屏的閃線 第一次的角度非常好 他閃掉之後 讓這個等離子火箭 沒有辦法打到他太多傷害 而且最後這個月的血量 這麼低還沒有倒 東莫也是極限殘血之後 活下來 Chowie第一時間的跟上傷害很關鍵 直接把BB給點掉 讓BB沒有辦法 在會戰中做出更多的傷害 而且BB倒了之後 剛剛阿祺在會戰後面 是被數人給趕砲的 讓阿祺一定要在最後方Poke 他沒有辦法打到陸屏 他的距離就差一點點 所以Poke不到陸屏 他只能打到對方的前排 而且他前排剛好都沒有倒下 這就讓AS在 握有這樣的經濟優勢情況下 中塔其實 在兩波內再不拿掉的話 我覺得對AS來說就很糟了 而且小龍 這次已經是本場遊戲的第三條小龍 那遊戲時間來到了23分半 法洛斯拿到了 耳羽跟長暴之翼的兩個誤穿裝備 也是可以來嘗試 這波小龍的拉小龍 也是AS很輕鬆能夠打下的 戰力目標 也跟塔一樣 就是你直接利用阿祺的Poke 正面的Poke來硬抓 但唯一的問題是 上一波其實早晨並沒有腳TP 等於說這波早晨 還有可能用TP 進行一個很好的進場 早上這個位置 現在已經有了 初攻在多莫身上 但是感覺得出來 多莫的坦度已經是 逐漸提升上來了 小龍已經重生了 來看看AS有沒有想要來 率先開啟這一波小龍團戰 這個時間可能會在對AS來說 應該是很容易贏的 因為AS現在中路有著 法洛斯他現在剛好有鱷魚 這樣子的裝備 對方坦克是絕對不能坦得住 兩根紅眼 他的Poke傷害絕對擋不住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起來的話 TPN一定要依靠完美的TP 喔這個位置 TPN的TP是直接從後面 喔結果是騙掉了這個 圍的大絕喔 回身勾在超羽身上 中打想要來閃頂 超羽被盯上了 超羽從出閃線 把整個距離拉開之後 反打一波 中打血量很低 開成日輪的加冕的護盾 可以坦住 側邊Maple之後大絕灑下來 但是沒有起到太多 格格戰打的效果 圍的閃攻勾回Morning 只是中打再把Morning 給頂了起來之後 自己即將倒下 但是利用危險遊戲 這個被動的效果 把血量給拉起來 哇這一波是AS的大絕喔 靈幻2 而且還可以夾到一條小龍 這一波就是第一時間 原本早晨可能是一個完美位置的TP 他覺得自己下來之後會被硬甲 他不想要 這樣子打這個團戰之後 他選擇是不能把TP 騙的方法用掉 但你把騙的方法用掉之後 其實等於AS看到了你的 上路沒有第一時間飛下來 他們選擇正面衝出去打 因為剛剛路上還有核蟹 這是AS的一個機動性優勢 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核蟹之後 正面反抓一波 我覺得最關鍵的可能這一波是 剛剛艾熙的打兵箭 直接命中對方的AP carry weight 就是提出他的進化 讓自己的jungle weight 可以跟上一個CC 把Chowie給定住 Chowie這個會戰沒有任何機會 把傷害打到後排身上 就是他這個大兵箭加上 中大的突入 讓Chowie一定要跟著打這個雷克薩 把雷克薩給灌殘之後 他沒有傷害了 跟不到後排的輸出 所以等於是AS的兩雙後排 很輕鬆的無損的輸出 直接把你的前排給灌飛 AS很輕鬆的拿到這第三條小龍 是一個0換2 再加上第三條小龍的一個優勢 這個又是又再次成功的被擴大 而中塔也拿到手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當拿到poke陣的時候 如果你能把中塔拿下來 接下來其實你差不多 也可以拿到中二塔 跟中三塔 跟下二塔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二塔都拿下來 因為拿到中一塔 因為中一塔其實算好守的 但你一旦能拿下來之後 其實接下來的塔 也是一樣用 如法炮製我的poke先上 你就可以拿掉 因為接下來的 可能五分鐘內都還是AS的回合 對喔 現在阿奇的裝備傷害超級高 你剛剛有看到他在中間poke到 巧威的血量 巧威可能只能吃三下 而且他的C這麼快 你還不能確保 你絕對不會吃到兩下 對 你如果吃到兩下 你可能就要放塔了 因為對方就算 知道巧威在也會打殺你們 反正你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我們就是遠方 一直poke之後 你們就會退 你們就會退 然後就把他放給完 但當然剛剛中塔的後續開戰 跟自己維持血量 真的不愧是為生存遊戲的專家 他剛剛是一個低血開日輪加冕 再利用危險遊戲的被動把血量拿起來 只要最後沒有死掉 哇 這個是 上路是又要來玩勝出遊戲了 中打要逃亡大逃亡 先鑽個牆再說 壓壓驚 但這個一卡可能就 不一定走得住 大兵箭強開開戰 巧威直接被抓 再加上 法洛斯一個鎖鏈無情的法洛破甲 現在射下了巧威的人頭 這個就是BB說 上一輪我撤到你 你有進化 這一輪你還有嗎 這個抓到一個時間差的開戰 只有艾希 這樣子的角色 才可以做到這樣子的開戰 還有另外一隻塔 是法洛斯 也在AS這裡 兩隻這種強開戰性質的AD角色 其實全部都在AS這裡 這就讓AS很輕鬆的 抓到一個開戰機會 BB第一時間把巧威給抓掉之後 就可以選擇轉下路 下路兵線是好的 而且這邊只有一個早晨 早晨在塔下面對的 這這麼多人 他應該是 拿到數字都要流出來 喔 那當然 剛剛就如我們神敗叉燒所說的 可以拿下這張地圖 所有的二塔其實非常順利喔 對 你拿到了一個一塔 你拿到中物一塔 你就會拿到所有的二塔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再帶給你 這遊戲變得很奇怪 對 這遊戲其實很簡單 你拿到貫穿了一個中物一塔之後 你就很簡單 就把眼下到對方的紅區藍區 等到你控制出雙野區之後 你就會合一個相對優勢的眼位來做進攻 然後你中物一塔打起來 就不會覺得抖抖了 當然啦 法洛斯在剛剛這幾波團戰裡面 已經慢慢的把自己的裝備 越弄越好囉 終極魔劍拿到手 又補了一個BF的大劍 四鞋子拿到手之後 這隻法洛斯即便站著點 或者是直接在後方POG都會打出足量的傷害 目前來看看下一波 AS要怎麼繼續來策劃自己的一個進攻 畢竟現在的中下兩路的二塔都已經被拿掉了 我覺得現在其實TPA是已經有點慘了 我看到他們等級應該是已經開始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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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經濟也輸很多的情況下 其實TPA戰要打回來真的要依靠一個很好的會戰 但是我覺得直到目前為止 TPA除了中路那個一塔的防守戰之外 也沒有讓我覺得很好的會戰 因為即使中路那個一塔的防守戰 早晨都沒有利用TP來做進攻 對 那剛剛那個TP是選擇用Juke的 就自己站在旁邊 然後我TP之後你們就會往回拉掉 騙出 先騙出這個社會系的大局我再進場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用法跟 常規的冒凱的進攻方式是不一樣的 哇 這個不小心傷害是必出入聘的治癒喔 其實 以現在經濟來說的話 大概落後了7000塊錢 可是我覺得這場跟昨天有點不太一樣 怎麼了嗎 就是這場TP的選擇不是一個純肉的組合 就TP的組合在遊戲的中期的時候 威力其實並沒有特別強 就是他們的組合並不會因為你 呃 是選擇這些角色 所以說你只是在落後5000塊的情況下 你的會戰還能贏 因為對方是雙後排的組合 所以你的兩個坦克在落後的情況下是很快 大冰箭開在越野身上 越野是直接開啟大決 解掉這個暈眩的效果 此時 來看看有沒有利用巴龍來做bat嗎 像以現在來說 你看早晨的裝備 就是一個藍盾加一個榮耀頭盔 可是 AD位艾西斯已經兩件攻擊裝 就是IE跟紅雙刀 而中路還有鱷魚 模擬中勾開始往領域之後 你感覺要死 美婆之後這打得還不錯 整個窄口直接把整個進攻路給封鎖掉 冒凱直接被燒死 中大小要進場被越頂了一下 這個普通的傷害非常非常的痛 直接把越打到底血 這邊應該可以試圖回頭來嘗試這條巴龍 應該是很輕鬆這條巴龍 因為選擇雙AD組合的時候 其實拿巴龍這種地圖物件的速度會非常快 AD角色打巴龍超級快 早晨過來探草 應該也是沒有選擇了 但是我覺得AS這邊的助力非常好 他在自己的視野情況下 選擇的開戰點位非常精妙 他在這個 應該算是PD草叢下面來開戰 就是讓早晨如果衝進來的話 他的隊友不能跟上 低時間很輕鬆 藍寶大絕直接卡在後盤 讓TPS選擇一定要拉掉 而他們在早晨的姓名被丟掉的情況下 也不可能來爭奪這隻巴龍 因為在沒有視野情況下 如果你們再被蹲第二次 你們輸到連褲子都會被拿去賣 對 真的剛剛這個Maple Soul的大絕 灑在這個愛口 是一個最好的開戰點位 所以以剛剛來說的話 TPS看到藍寶大絕灑下來那一條 都是只能選擇直接往左下方拉掉 那目前TPS極端弱勢的情況下 整個野區也是 沒辦法來鞏固了自己的視野 那小龍當然在15秒後就要重生 這是第四條小龍 而且AS這裡是比較好來處理 這條小龍的一個位子 而且其實現在 在AS拿到這麼大優勢的情況下 愛希的每發打兵劍 都會給TPS很大的壓力 因為TPS必須要承擔 愛希的這樣子 應該說什麼 無恥強開 就是站那麼遠 然後他直接射打兵劍 如果說你的角色走 跑速是不夠快的 其實你非常容易要角出閃現 扭不太過 那當然小龍已經重生 AS也是直接 老實不客氣的做這條小龍 對這個 AS也是相對保守的隊伍 不知道先拿四條龍 就離五龍不遠啦 那我們雖然有這個八王buff 其實我們也不太需要利用他做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讓對方拿不到八王buff 因為如果TPP拿到八王buff 很可能逆轉 但我們如果這一方是poke組合 拿到八王buff 那我們就確保他們不會拿到 然後我們在塔前的時候就繼續poke 跟本來的劇本血差不多 推塔的速度也不會差太多 四條小龍拿到手 也是把地圖的資源都已經拿到自己的口袋當中 目前AS是一個絕佳優勢 應該是會想利用現在這個時間點 把自己的經濟跟優勢再擴大更多 下路由Maple Soul做單人的推線 他就是要來看看中路變一個1-3-1的分推 想來做強開中路嗎 因為畢竟現在中路的BB跟阿琪 只有一個圍的保護 Ronda在上路 Maple在下路 Maple Soul在下路 這地方其實TPP可能真的要仰賴一個人 就是Chowy 看起來只有他的傷害是主量的 而他必須要一次搭到阿琪跟BB兩個人 我覺得這個難度太高 你看他路瓶子被Q到一下都掉了半條 半條 這個已經是ARM玩到差不多主堡前面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太痛 就是他太痛了 你現在被這個poke打到 是沒有辦法跟對方對了 這個我這傷害 感覺上是有點太誇張了一點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他的準 就是這個1技能的準度 就太難扭了 到我覺得傷害到不一定很誇張 但扭太難扭是真的 其實齊勒斯以現在的經濟優勢的話 你看他Q一下差不多也是這麼痛 而齊勒斯搞不好更強 因為他Q到你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接大絕幾百秒 你可能就直接被B3了 邊一個4E的分推 把Maple Soul留在下半部 那這裡TPMaple Soul是有的 Morning沒有TP 所以沒辦法利用剛剛這樣子的一波進攻 是從後方想要來進行突入喔 野奏AS這裡是選擇放慢一點 哇這個破甲劍的傷害 只要打到carry身上的話 那個carry基本上就是失去戰鬥能力了 陸屏現在唯一能仰號 你來的就只有手上這把吸血杖 但當你拿吸血杖的時候 你對面的AD位同樣一個格子 放的居然是耳宇 這樣子一個差距其實很大 就是一個套裝 對 BB已經是湊齊了一個三劍套裝 但是你這邊拿的是2.3劍 你拿的是還是爛爛的那種 現在只有2.3劍 劍行者的木棒 差了非常多 這場其實TPM可能真的發育 算可以接受就只有chowy這個位置 是 但如果說AS能夠利用自己的大兵劍 利用自己中打的命去擋住chowy 讓他不能夠把傷害打在你後排上面的時候 其實事情就反過來 變成是TPM沒有什麼好的決勝點了 就是他的AD位的傷害並不夠 甚至打不進去 大兵劍從遙遠的祝福射的過來 直接炸在DOMO身上 中打從側邊 把包裝頂起來一個破甲劍 馬洛斯的大決是空了 回刷了一下 再出勾 DOMO被留下 這裡應該是可以順利帶走 人頭算在阿琪身上 還想來繼續做進攻嗎 旁邊開始刺激圖的Looping 只是稍微消耗一下血量 被一個日輪加冕的護盾給擋掉了 再次拉弓 這個每一次的破甲劍 我直接死了 我直接死了 旁邊想要TP進來支援DOMO 沒有他是取消了自己的TP 看來阿琪在前是沒有亂說 果然不是他被打爆出他把他打爆 剛剛這個太兇慘了 這太兇慘了 把你從家裡面拖出來打 你想要回家還不讓你回家 中路的防禦塔已經被摧毀了 這個高地的兵應該也是要陷落 維拉的雷克薩進來 把Morning頂起來直接做一個強殺 Morning飛躍盾影回綁了一下 結果發現自己的傷害不太夠喔 中路推完AS直接轉向 拿下兩路的兵營 這個節奏 很棒 正常來說 就是TP也是可以打出AS這套體系的 就Chowie是MAN法羅斯 對他以前就玩過AD嘛 他兩年前明星賽就是玩法羅斯阿 他還把W殺阿 新加坡先鋒隊 對他就是MAN法羅斯 其實這樣一個組合 對TP來說選起來不難 問題是他們敢不敢讓早晨選藍寶 因為早晨其實很久沒有被獲准選藍寶的感覺 他看起來很久沒有被獲准選這隻英雄 結果他們輸了之後也沒有選過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場早晨是首選拿到素人 但我覺得在整個遊戲的運行中 除了在對線上早晨拿到優勢 但剩下的時間點我覺得他都沒什麼用 他拿到這隻英雄沒有辦法發揮他的長處 也許這對於TP來說 不是一隻最好的First Pick的英雄 就是早晨拿什麼英雄我猜都會贏線 但是他選擇素人之後應該是希望能做到 遊戲中期的一些強開 但以這場來說其實就做到可能一次 而且那次還不是配合TP完成的 早晨到目前為止 這一場我還是不記得他TP有踢過什麼東西 就是他還是沒有用 他沒有用TP就可以到點了 其實很厲害 那你幹嘛帶TP呢 他有一波是從後面但這隻你取消 然後有一波是從旁邊走出來的 然後有一波是從旁邊走出來的 最厲害的地方還是他真的不帶TP 然後還可以 真的不按這個TP還可以走到點上 就是還可以打到團 那你為什麼要帶TP 那應該帶 就冒凱可能帶個點燃 搞不好他其實該帶點燃也說不定 這也很難說 但是這一場我覺得其實TPH下誤是 感覺沒有比傑哥帶的時候好 就是打起來的感覺上是線上很容易蹦嘛 因為他們在對線的處理上還有就是 方之塔殺的儀式上面處理上 都落後了一點 就時間差 又是一次的連彈 直接撞在BB身上 BB瞄解掉了這個控場技能 把月留在隊伍的陣中間中打很坦 坦出了一整波的傷害輸出之後 反生一個阿琪大決 直接把月給殺掉了 只是在一個破壞線直接射掉 卻還扮強強中打 想要閃現進來強打 旁邊沒破壞傷害很高 直接把GOMO給硬身燒死 就停上了Morning 現在BB跟阿琪幾乎完全被人陷入了這個 殺到血紅眼紅的狀態 讓BB拿到一個Double kill的時候 還可以值取對方高力的主堡雙塔 哇 剛剛這波真的打太兇殘了 剛剛法洛斯一個破壞線 直接射掉了 敲以三分之二的血量 這版本中其實法洛斯 為什麼會出場的理由 就是他的QCD實在太快 還有他的準度跟傷害都太高 這個角技能太準 然後他的傷害也太高了 而且你不太可能讓法洛斯 在遊戲中期的時候沒有辦法成長 就你派差不多什麼樣的英雄 跟他打他都應該賺得到錢 因為他的距離實在太遠了 他是很像一折瑞的型的英雄 但他在中期的會戰開始 他給的poke傷害非常高 哇 那當然看得出來 就是AS的選手都表情是非常開心的喔 因為以剛剛這樣的遊戲學生來說 就是他們最喜歡的 一個Sniper 狙擊掉你的源頭跟血量 這場是真假TPA對決 這個由AS先拿到1分 不能這樣 如果是AS贏了 那也不能說TPA是假的 如果真的贏了你就發現 原來兩邊都是真的 很簡單 原來是這個意思 我剛剛差點就傻傻的咬下去 我剛剛差點就傻傻的咬下去了